大家好 我是雅芳 欢迎想要有钱赚钱财富自由的朋友 来到财富脑学院 跟着我们一起来脑补 因为要有副口袋 必须先有副脑袋 好 经历了非常有感史诗级的股市闪崩之后 那么这几天台湾也发生了有感地震 所以在今天财富脑学院要带人来关心居住的安全 特别是老屋活化价值以及投资的机会 好 来欢迎今天的专家还有好朋友 首先是我们白手起家青年创业家 也是我们老屋整合规划家的海哥 欢迎海哥 小芳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海哥今天要告诉我们 老屋活化有三药绝对不能够忽视 不是我们吃的三药 是三个很必要的一个事情必须要做 好 另外欢迎是我们理财教育培训家 也是我们基建裸K达人肖正洋老师 欢迎肖老师 小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小老师也会告诉我们虽然这不是他的专业 但是他说他包租公是怎么当的 然后他会注意什么样的美角 好 另外呢 讲到这个包租公 他是代管的 那欢迎我们这位来宾是我们包租代管达人 欢迎阿智 老芳姐好 大家好 阿智等一下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觉得说有时候人比鬼还要可怕 好 另外我们要欢迎是我们两位 好 欢迎是我们的来宾 首先是我们这个桑尼 欢迎桑尼 小芳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桑尼是我们的行销专家 对不对 同时他很会帮大家设计这个网页 但除了这个专业之外 他还 你也是个包租婆对不对 算了 算包租婆 他其实也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好 那另外这位他真的是吃苦当吃补 那现在他也真的是从负债变成是小富婆的小护士 欢迎小护士 大家好 我是逆转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一定要有聪明的脑袋 才会让我们赚更多的钱 而且他今天要告诉我们说 你要周储除三害 你也要除三害 对不对 对对对 但三害到底是什么 或许您也非常有感 好 讲到有感呢 这几天地震来了 大家第一件事一定就是逃 或者是躲 对不对 除了之外呢 大家还会担心 或者是想要改变什么呢 好 来我们白板都准备好了 对不对 好 请写这个您心里面最担心 或者是想要改变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好不好 有人先写好了是不是 小富士 你先写好了吗 先好 第一时间 忘记带水 带手机 带哨子 你的地震包没准备好了 不是 你知道吗 随时怎么可能在路边带地震包 所以我就想嘛 这要分两种 其实要两种 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呢 发生地震 我一定会先找一个最有贵的地方 最有钱价值的器械 跟它在一起 因为他们一定会先找仪器设备 就会找到我了 那在家里呢 我想 16楼跑也跑不了 所以还不如带个水 慢慢等人来救我 玩一下手机 至少还可以玩个气贴 带一下哨子 万一有人敲门 我可以吹哨子 我在这里 至少有水可以保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地震呢 现在只害怕这三个 有没有带在身上 所以你带 你忘记带水 带手机 带哨子 这是你比较关心的 对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 Sony是结构安全 裂缝 对 这很多人会 赶快检查有没有裂缝 还有就是房子安不安全 另外我们看一下 海哥说电线走火 哦 孝总是说他怕 为什么 屋顶 怕被屋顶扎到 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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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我们的 阿智是答案是什么 阿智是想到 它跟走火 确实 讲到这个电线走火 或者是塌下来 因为地震有时候 也会引发火灾 对不对 是一定的 对 特别是 这个老屋活化 在这时候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说到 全台的老屋 就超过30年的老屋呢 目前大概有483万户 海哥呢 先跟我们讲 老屋活化 到底有什么好处 甚至一条龙当中 你从一开始就物件的选择的时候 就会注意到它的结构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结构安全这个东西是 攸关我们的生命 那如果你在挑选的时候 这结构有问题 基本上这间房子住的不安全 我们就不会推荐它为入手的物件 对 然后入手之后呢 再来就是要规划我们 主要的三个要素 OK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老屋活化的好处 这我们也是海哥嘛 对不对 帮我们整理出来 就是说 第一个呢 房东增加了被动收入 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 就是老屋活化之后 是不是好比黄金屋 然后房客也提升居住的品质 这真的非常重要 再来就增加室内装修工作的机会 这上次来你有提到 对不对 还有就是居住安全 有保障以及提升这个老房子的一个价值 好那刚刚大家担心就是 有感地震一来之后 呃 所以我想想 欸 有没有裂缝 或者是当下 如果塌下来该怎么办 对不对 这就是在老屋活化一条龙当中 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 就是 第一个就是物件的一个选择 那就要请教我们海哥 所以这个物件 当如果你们要把这个老屋活化的时候 如果有物件你们会去注意到什么美港 因为就像刚刚很多人担心的 怕说地震来了 经不起考验 现在就改了 像我们一进去看物件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先看它的梁柱 那它的梁柱如果有出现列用 或是挤压藤积的时候 这种物件就要特别的注意 代表它的结构可能在地震的时候啊 有受损 或者是它施工的时候 当下有海沙的成分 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那以上有这些问题的话 这个物件基本上我们就不列入考量 所以你们会仔细评估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把它活化 就放弃就对了 直接放弃 所以经过你们活化就是安全了就对 应该是这样子 就安全有保障 好另外就是说装修的规划 里面有预算工程跟效益 这边特别要注意到什么呢 因为预算是每个人最在意的嘛 我今天花多少钱做多少事 万一超预算的时候 这个工程是否能力顺利完成 那当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的时候 这笔投资有可能做到一半 它就等于是完全没有用 再来就是在工程之中啊 品质 所有的SOP 该注意的一些细节是否要做到位 那如果说在这些细节上 你没有做到你该有的 那这个工程中间 可能三年五年出了问题 那等于这个工程 它也会是无效的 再来就是我们投入的时候 所谓的效益就是 万一我们这个东西 它是要来收租用的 我们就把钱花在刀口上 很多比较属于居住 个人特质的东西 我们可能就会 把它放在比较后考量 还是以一般结构 跟一般基础需求为原则 好另外就是说 双方如果谈妥之后 是不是就要进行施工 再来就要验收 那验收大家可以注意看 包括可能有人之后呢 那个屋主他是要自住 或者就像说 今天等下阿智会分享 就是包租代管这个部分 不过今天我们要特别 因为有感地震 大家都很怕辟 但这个老屋活化的时候 又有它的价值 所以这里的美化 我们要特别来看看 装修的规划 那除了有感地震之外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几天 有这个水火无情 做大水 还有很火灾的 我们来看看几则新闻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常说就是说 水火无情 小心为上 包括我们看到就是 这是这几天才发生的 这是我女儿 就18岁 他有会去关心 因为这个新闻 他看到之后 他觉得怎么会这么可怜 因为这一个 这一家人 他的女儿 好像12岁吧 去国外比赛 就对 传来就是说 好像从家里 就传来这个噩耗 那再也就是说 这是屋主 你看隔45间套房 另外还有 张华火车在你前面 闹去这个联动 回头烧起来 好像是铁皮加盖狂烧 然后这新竹是有一个社区 还蛮有名的 整个烧起来 这也是很严重 是不是很有感 小屋是有关心到这个新闻吗 其实这些都有在关心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房子 也有那种 那我比较在意的是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租了 你知道他也是把房子隔间 隔了很多间 因为之前他也是觉得说 买一下整栋 然后隔出来 然后原本他没有什么 结果那天看到 我要讲的是这个彰化 他就马上跟我说 他说怎么办我也这样 我说你应该其实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这些安全有没有注意 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 就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讲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都希望 一个房子 割成100间 对不对 就算是一个收2000 也很多钱 但是你知道这个房屋呢 他在整修的当中 可能就是为了要效益收益 可是他忽略的安全 比如说电线啊 还有你知道他连那个什么警报器也都没设 而且他多到那一栋 他居然可以盖到你知道吗 盖到他老板都不知道他自己的房客有多少 而且他有的都没看过那些房客 他就一间就是收3000就对 你要进来就进来 全部是亚房式的 这样子的住房 所以等于是说 第一个密闭空间太终极 第二最重要一点 就是我比较在意 就是我也跟我朋友说的 逃生 他盖到连逃生都只剩一个 你想想看 住的里面 他将近有45间 你这样45个人同时只跑一个地方 那这个起火原因现在知道吗 应该还没有鉴定出来吧 他目前是说 遗失还是里面的电线走火 类似这个方向去走 好我们看到 就是消防署也有统计 就是说 每年发生火灾的原因 前三名包括电器音速 还有第二名就是遗留这个火种 第三个就是炉火的烹调 所以租家的时候 一定要很注意 好所以你看 这个是租45间 对不对 哇 45间 这要怎么管理 那这个问题 就这个专家来看 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大概分两个部分 来去分析这个物件 第一个他有没有用防火建材 这个很重要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他的电线配置 是不是符合现在的需求 是不是说超量使用 如果超量使用电线走火的话 又没有用防火建材 就会一发不可守 哦 是 讲到这个电线走火 刚刚像我们不是也聊到 你有特别关心到 有有一个新竹 新竹的 新竹的 这个社区的大楼 对那个发生两个我们消防队员 不幸迅子 就打火英雄不幸迅子 我看那个新闻就是配电线出了问题 然后就烧起来 从那个一楼这样烧起来之后呢 就往上延烧嘛 所以那个消防队员要进去救人嘛 所以再进去的时候就不幸就出 没有再出来 可是我是觉得这个社区 因为我常跑新竹 它其实我如果印象没有记错 它是其实它的这个屋龄才十一年多 十几年 也不算是这么老 可是而且是一个社区 不是都有在管理吗 那怎么还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电线配电 电线配电短路是吗 其实一般 它大楼的电线在设计的时候 一般都要设计刚好 然后超量 稍微超一点点没关系 那它像它这种就是 它设超量设太多 那真的 它的BREGA 它的所谓的漏电短路器 产生超量的问题的时候 它电线过热它没有跳电 那就会造成电线过热走火 然后就变成这种闷烧的问题 是哦 那怎么会在整个大楼规划 这不是很基本的吗 是不是 应该是说 这个就是在设计规划的一些疏失 就很多的美角 通常是应该要从台电去申请 总量的增加 而不是直接从内部直接超量 哦 对 直接超量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刚刚提到会跳起来还好事 对不对 如果不会跳起来就过这个 都烧起来就对了 对 像那个 对 这个什么 彰化火车站这个案子 它就是时间 它一开始我看那个新闻 它其实是二楼的住户 他们的旧电扇电线跳火 电线应该是电线走火 那我觉得因为像我们自己在注意这种新闻会觉得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家里顾好了可是你不知道邻居啊 而且它是十栋连在一起的房子 然后它好像是百年的旧建筑 然后还有一些铁皮夹盖 有百万喔 对 一百年的一个旧建筑 所以它是一整串 做客建筑毁了 它就是一整串一起烧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可是等于那一整片就是你邻居 你可能有些时候你自己顾好自己 可是你不晓得 我们可能是有保险 可是邻居是怎么样状况 而且有些是旧家电 不一定是电线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跳电的问题 桑林你这个问题很好 等一下就请专家来解答 我自己顾好 别人没顾好 我如果真的住到一个恶灵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而且不过这个地方我想请教海哥 这个是因为铁皮 上面是加盖铁皮的这个有影响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一般铁皮 它都是属于不是在建筑本体以外增加上去的 所以一般都没有在法规上有特别的限制 就是所谓的违建 是 那它就没有在防火区化这个部分 特别去注意 那如果说它有做好防火区化 基本上它的A户如果烧了 是不会到延伸到B户的 对防火区化 用防火建厂 它会阻隔 防火区块跟防火建筑 是是是防火建材 是 阿智也要分享 对 这个铁棺材消失的这个部分 对你有特别注意这个吗 有特别看到 这是蛮可怜的 对因为它就是起火点可能疑似啦 现在还没有确定调查结果嘛 疑似可能在一楼 那也是因为它东西对方太多 那火等于是五口都往三楼的铁坪那边跑 那铁坪那边好像也是都盖满 没有预留任何的一些讨生空间等等之类的 对 因为我女儿跟我说的时候 我有特别去看 你看它这个大概是一楼的嘛 它是做好像是农聚机的 农聚机 那摆很多的铁址吧 然后火如果从一楼这边烧之后 它们就往上跑 就可能这样好像也是铁皮屋 就没有逃生的地方 没有逃生门 所以为什么 他们把它下一个标 叫做好像这样铁棺材 对啊 真的是很不幸 然后一家五口 对求这个铁棺材 逃出来 可是因为想到爸爸妈妈在里面又冲进去 所以才会造成五口 那因为他们那个大女儿刚好是去意大利 然后飞机一下飞机就卸到通讯息 就赶快飞回来 那我们要讲这个是因为它隔壁是因为机车行 有可能一些旧的油脂也有可能会造成一发不可收拾 海哥 海哥就是为什么他说在装修过程当中 有三要非常的重要 不知道观众朋友 您是不是有做到这些 或有去注意到这些事情呢 哪三要就是说 包括用电建材跟逃生的洞线 是 没错 如果说你在装修的时候 就能够注意到这三个项目 刚刚那一些发生火灾的这些案例 通常就不会发生了 就是你要预防这些事情发生 用电就代表说你的配置 所有的流量计算都符合法规 那你的使用都是能够正常的承载 它就没有跳电机 所谓的超载 这个电线走火的问题 那在第二个项目呢 它建材的使用 如果我们用的是防火门 隔壁在烧的时候 在防火门的规范里面 它是能够防火一小时 在一个小时之内 它是完全烧不过来的 那隔间材的话呢 现在目前使用的 几乎都已经到达防火三小时 但是我们法规只要一小时就可以通过 所以你是新式的建材里面 它这个防火一小时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第三个逃生动线的规划就是 你每一个走道 到每一个区块 它的直线距离 它是有法规严格的规范的 就是我从这个点到门口多远 那每一个空间它需要有多大的逃生口 就标准的就是75乘120公分 每个空间都必须有 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然如果你有做到这些的话 基本上你都能够用最快的速度 而离开这个危险的场域 是 所以这是装修工程 大家要最注意的 对不对 包括刚刚一直讲说 为什么会电线配电这个走火 您看 这边就有说 计算用电的总和 开关插座的配置 其实有时候我们用那个延长线 那个很不好 差很多根 汽车现在要买充电可以增加吗 那个可以增加吗 如果要买特斯拉的充电的话 这个好像要申请吧 那社区可以自己增加吗 还是不行 因为现在如果说你是这个电动车的车充 它一样是回到总量的问题 你总量如果够 你独立拉一个220的回路 安培数不要太高 基本上还是OK的 我觉得好像就像刚刚海哥讲 第一个社区的那个配配 应该说配电是不是够不够 总量够不 如果不够就要再申请就对了 我想如果一些比较 申请电线 还是一样那么粗 怎么办 还冲拉 它就是从台电的源头 重新挖沟进来 然后重新埋涉 比较更粗的干线 要从拉线就对了 没错 重新处理 然后建材防火门 大家你们家里有用防火门吗 有 我跟你说 而且我一定要讲一个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家里改建 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我去看到他的家之后 我就背我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他就说我怎么那么爱念 你知道他把他们的厨房的那一个门拆掉 因为这样显得比较大 你知不知道那个是防火门 刚刚海哥讲那个可以阻隔 万一发生事可以一小时 所以你厨房发生火灾 赶快关起来 至少里面可以防一小时 如果是外面可以关起来 所以尤其像厨房 真的那个防火门不要乱踩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们厨房都没有后门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有那个门的话 你们视觉空间 不是 视觉空间 我们就把它改成可以这样拉的 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阻碍的感觉 对 还有刚刚我们一开始不是讲吗 逃生 那个消防署不是有统计吗 如果说因为火灾前三名的原因 第三个就是炉火烹调 也就是可能在厨房这边常常有人忽略 然后你又把防火门拆掉 哦 真危险 对 好 这个逃生动线是确实真的要好好的规划 然后特别是说 我觉得是老房子这个部分问题比较多 如果有按照法规申请 基本上这些在送审的时候 他都有一定严格的规范 哦 所以申请这个室内装修许可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对 好 刚刚海哥特别提醒 大家如果说在房屋装修的时候 有工程的三大关键 有三药 你绝对不能够忽视 但是我们这个小富婆呢 她搭上前一阵很夯的电影 就要除三害 你也来个这个什么 老屋除三害 这个小富婆来怎么个除三害呢 来听听看小护士的想法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自己的健康 可是你知道房子不健康 它就像整栋房子 跟你的房子跟人是一样的 那我常常说水管就跟自己的血管是一样的 那你如果没有重新把它更新的话 就跟我们那个胆固存很高啊 那个管壁什么 久了它就不通啊 不通就会怎样 就会中风啊 阻塞啊 所以水电 你看水如果不通就怎样 有的像我那一次 我又一次很好笑 我上完厕所 我一直看着马桶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 我有糖尿病吗 怎么冒这么多泡泡啊 我想说怎么冒到 而且冒到已经要上来 我想说我糖尿病没那么严重吧 后来赶快去问一下 那个屋主就说 唉 就楼上面他们那个洗衣机的装修嘛 然后师傅给它装反了 所以只要上面洗衣服 我家都知道 全部冒泡泡 刚开始我会一样 我们全家都糖尿病 都以为怎么泡泡有没有 越冒越多才知道 就是水管拉错一样 那水管不通也是一样 所以呢 第一害就是水管 所以水管要通 要通 你这边写说水电不重拉 就像堵血管 对 所以这个它也要除 对 再也就是说呢 气密窗不换魔音传 这个也要除 这个我跟你讲 我常常都说 这个气密窗不换 然后你知道吗 这个噪音不断 因为就是很吵 那你就干扰你的睡眠 还有再来就是像 因为我们那边 尤其是台风 咻咻咻咻咻咻 然后常常那个斜坡有没有 有那个跑车 因为它经过那个叫什么 那个车子过道 然后它只要一停 然后咔咕 这样子 我几乎都知道 你回来 那个跑车你回来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关气密窗 这是我之前没有觉得 后来我发现 装了气密窗之后 这几年 就是我整修之后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睡眠品质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对 而且重点是西塞的房子 因为像我们是南部人 我不喜欢买西塞 因为冷气就会加贵 然后一直吹 可是你到了北部 尤其是那种潮湿的 你会发现西塞的房子 太阳进来吧 可是呢你如果是没有用那个气密窗的话 曬过来有时候玻璃会裂 因为它太薄了 所以后来我都有注意它的厚度 还有隔音效果 这个都很重要 那第三害 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有时又讲到这个小护士 是个很迷信的人 臂癌不除 好运不来 臂癌不除 好运不来 就像癌 所以呢你就是民间习俗 到时候会到处跑到处窜 不是 因为你知道臂癌就会剥落 那剥落那些东西就有粉尘 因为那个漏水之后 就是湿气又重的话 这个臂癌就来 这就是臂癌对吗 对啊 整修前跟整修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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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癌那个住应该会生病 而且这个就是因为 还有一个叫什么 风头变 所以像有些买房子 像那种潮湿啊 或者是像你的房子 是比较在风头变 沙到汤 你都要特别的注意 外壁外墙有没有做防水 那如果没有的话 很可能就是 冷气管会漏 工管会漏 工家的工 工的管会漏 再来就是像这种 就是顶楼 楼上的水 下到水下不去 在上面漏 结果你就会造成像这样 然后你知道漏到最后 冷气啊 也有问题 因为是湿嘛 然后再来 你看那个掉下来 你看在上面睡觉 诶 还会铺粉耶 不用卸妆 这个之前都有助人 是啊 哇 对啊 那因为这样子 这真的太克难了啦 可是因为他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 我这里又要讲一下 因为我们都会想说 哎呀 预算啊 他就不要开过这个钱 可是你知道 后来他花完之后啊 每天 小朋友都回来 因为你知道 原本这一间就是 刚好红桃壁的时候 他们全家都在客厅睡 你知道 因为就觉得这边 每日醒来 都是在铺粉这样子 嗯 对就觉得很不舒服 对不过这个真的是 也是这样 就像你讲了 臂癌不除运气不好 对 这个助久会出问题啦 好 这是 我们小牧师的 老污除三害 其中这个臂癌 前后的一个比较 好 我们快速再看一下 包括还有水电虫 对 然后呢整修后 你看他就重新把它铺平 然后之后 因为最主要是怕裂到 那个瓦斯管线 就瓦斯漏气嘛 对 但另外一个是 整修的前后 这是前后嘛 下一张我们看一下 这是 这是你刚刚换掉 这个气密窗 看到没 气密窗换了就 不过你这边这个臂癌也是很严重 这是真的该换 因为算你只要花得对对不对 财富就有机会是翻倍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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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讲值得 因为下礼拜机器人大展来了 好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特别 要请教我们的Sony 本来他的装潢只想花50万 最后花到多少呢 结果他财富真的翻倍了 欢迎回到财富脑学院 要有副口袋 必须先有 副脑袋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脑补的就是 老屋活化的价值 居住安全 以及投资机会 你的老屋只要好好的活化之后呢 真的有机会好比黄金屋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老屋活化的十大要点 包括刚刚海哥特别提到在装修规划里面的三要 这工程三大关键 不可忽视 再来就是我们小护士的除三害 那么都在这十大的要点当中 好那么今天呢海哥也特别告诉我们在工程的这三要当中的前后整修之后 它到底有差别多大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水电管线更新 好那之前是 这是这个也对吧 对所有的都换过 哇 这是 原始的 原始的 这个是几年了 这就是阿嬷的时代了 40年了 40年了 看磁砖就是要年纪了 对啊 对啊 40年 看磁砖 但还可以用就对 还是有通吗 还是有通吗 应该说它是可以用 但是它通常这种楼下的厕所大概已经被漏到 已经有点痛苦 对 你是满天的雪花 对 这个实在是 看起来 而且它的给水管线 因为老旧有可能有产生锈食 你家的水龙头一打开就是红色的 这是这种水你敢说吗 就像这种这么老旧40年 也就是地震 你根本没有碰它 你地震 然后再来一种就是楼上买了之后它震动 或者是楼下买了 然后它装修天花板就 然后你那个水管界线就会自动分离 是 像这样的一个老旧的管线 有没有说要早一点去把它装修之后会比较省钱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这个所谓的业主 就是从头到脚一次痛 不要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一次痛 对 你重枕的时候就是包含所有的 早上痛晚上痛 对 给水 排水 冷热水 通通重整一次 对 避免二次施工 OKOK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是它在施工的 施工中的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白色盖子 这个就是排水管线 对在地上延伸出来的 是 变大了 是是是 最初的这个是马桶用的 这个嘛 是不是这个 马桶的 对 这要加大 以前的管子 它使用都跟现在的使用不太一样 差一点 对 口径都会再大一点 变大 是 好 这是水电管线更新 而且是真的一定要更新 没错 对不对 不然就像刚刚您讲的 就像我们的人的血管 对 事情就大调了 对 对 好 这是水电管线更新 这一定要 刚刚还有提到就是 防火建材的重要 好 这个是 隔肩 这个以前最常见的 木头隔肩 这是隔肩 是这个吗 全部都是木头 木头隔肩 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采用的 防火隔肩 这个吗 对 防火隔肩 这个墙 墙面 天花板都是 墙面的天花板都是 墙面的天花板都是 但天花板还没做 那旧的照片 你们会看到 它的天花板也是木头 对 对 这都是木头 这种就特别怕电线走火 而且这很怕 很怕火在里面焖 火煮味 对不对 对对 而且你看这个电线 这是电线吧 这个很恐怖 对 对啊 年久失修 对 那这个就 工程中 工程中 工程中的 这应该是还没 那个什么 防火建材还没上去吧 还没 还没 只是把它整个 打掉之后 对 重来 OK 好 那你今天有带细酸 我们现在 有带两种 让大家去比较 防火建材 对不对 防火建材 那在我左手边这个是细酸钙板 那它的法规规范里面就是防火一小时 在一小时之内不管任何火源烧它 它都不会改变 也不会燃烧 非常的厉害 你就是说这个隔间的话最好是要用这种的 是吗 这种 细酸钙板 当然都用这个吗 有用细酸钙板也会用石膏砖 但两种的耐火时效基本上是一样的 至少都是防火一小时 对没错 然后这个右边看到这个木板就是以前传统常看到的 这就一般的木板 一点急燃烧 哦 它是耐不住的 是是 对对对 但是这两个价钱差很多 这价格 对 一分一分一分毁好不好 生命无价 回来回来 没错没错 生命无价好不好 而且刚刚讲说一次痛不要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子 真的我跟你讲你知道最常 这个差起来至少有十倍了不止吧 我跟你讲你讲到钱 讲到钱大家都会说很痛很痛 我跟你讲 你只要有过一次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我跟你讲 一分钱一分货 自己的健康身体是无价 但是这个绝对不要一次 这真的不要有经验 对对对对对 真的水火无情太恐怖了 所以呢 还是要舍得 舍得 舍得 有舍才有得 刀口上 这就是刀口 钱要花在刀口上 对没错 该花的地方要花 所以你说有石膏板的 还有这个 西串盖板 石膏砖 石膏砖 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防火箭材 不懂 对对对对 回家好好地检视一下 萧总你们那个豪宅有用这个吗 一定要的 你确定 生命最重要 不是你确定 你那个隔间是用这个防火的吗 可能比这个还厚一点 我去看过 真的喔 他们家都很OK OK OK 好另外就是线路嘛 就是开关箱更新 这个如果没有去注意到它的附和的话 是不是就如刚刚我们讲 有的它会跳起来 有的就直接烧起来 是这样吗 是没错 OK 这个这里出 这有什么问题啊 就看到它一间房子里面 只有两颗乌龙式开关 没有了 就两个 完全没有任何的分流 在哪里 这个 小小的里面 就这样子两颗 左右啦 说实在我们女生 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个耶 真的 真的 这个喔 这个是不OK的 不OK 非常不好 对啊 会电线走火一定是像这种的 那这样增加也都是 应该是这么说啦 标准家里我们都希望 就是以前就两颗嘛 对不对 两个总开关 一个前一个后 或是比如说客厅或哪里 那我们现在都会希望 比如说你的浴室跳电 他就跳起来 客厅的跳电 所以才会为什么只有两个 有没有 他是会分开了 那是冷气机 然后这里就是浴室的 然后再来是客厅的 然后就是厨房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嘿 那个物业或是你跟他打说 或是你跳起来哪一个跳 我也不知道 你去看哪边跳 是不是你刚刚在做什么 我在浴室插了插座 他就说那就在第几个拉起来 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可以安全分开电流之外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 分开分流就比较安全 对 我有特别细看 请问一下这个是因为我们后置 把它贴上去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是电热水器用的开 是不是这个开过 家里的都会有 现在新的都有 新的都会有 我们家都没有 那就赶快回来整理一下 你们叫他找我去看一下 你才是老旧的 口袋就不够深了 就没有办法买豪宅 所以我们就没有标得这么清楚 这应该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都会有 其实我知道有一些房东他很细心 他其实有会帮那个什么 租客也会这样标 我觉得这样才真的是安全 对 我们也是有标 你看这个前后 这真的是老口口 真的不要用 很危险 非常危险 居住安全 不注意恐酿灾 真的 对啊像这个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 只要用那个洗衣机 然后吹风机一吹 然后又跳了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处理 这个就是还是回到总量的计算 对 当你的总量计算好之后 你就是做分流 那怎么样的配置能够符合现在电器 没加电不能用那么多了 对 如果是旧的话 我觉得你赶快安排水电师傅来处理一下 要从哪 对 我觉得如果不放心 应该还是要请专家看 对啊 来帮你检视一下 对啊 我觉得这样还是 销总你开了 那会有差 对啊 对啊 不可能对啊 开了个死 对啊 你那一支掌停板就可以走了 对啊 你开了个死 好啦就像我们那个桑尼一样 开了个死 反正五十万变成多少 是倍数的装潢费 对不对 但是桑尼可是人家行销管理专家 人家也是很聪明的 他为什么要从五十万的装潢费 然后拉到两 那是多少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 桑尼的他的资产配置是如何 我们看一下他的资产配置有股市35% 基金会市房地产40% 好这边是股市的投报率5% 那可能 不及格吧 DF 房产投报率 哦 这里大家演技了30%了 最惨痛 来来来 真的很多的小白就是这个样子 股票直接下市 人间蒸发 是不是 真的人间蒸发 蒸发多少钱 不好说 蛤 就是几乎 一动房子吗 下 就是很多张 大家聊过下市的几张股票 几乎都有 哇 就是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 下市 历史厉害 历经啊 哦 可以讲吗 可以啊 因为在那边下市 那已经下市了 有很多的投报 所以后来都已经不想算投报率了 然后后来就比较稳定了 现在在这几年 过月就算了啦 对那时候没有认识小大哥 没有认识小大哥 没有认识小大哥 就厉害人心 真的 没错 没错 因为股票真的 因为股市真的要花时间做功课 对对对 这个就不是你的专业 但是这个还是要拜师啦 OK 好来最开心来这里 旧屋翻新 对不对 出租 哦 默默存到钱耶 为什么要默默 就是不能太高掉 有人要跟你许 你30%还默默 你是在哪里默啦 不是 他不想给人家知道 要逼掉 不要给他家人知道了 不然今天都公开分享了 投资心法有心得哦 求稳健 并且有未来性的投资 好奇就是说 你从50万为什么会拉到120万 我先讲那个房子的状态 因为那个房子 刚刚那个小护士分享了三害 怎么我家也是那三害 他们一模一样 避挨嘛 避挨 管道 水电漏水 然后以前那房子是35 35块40年的旧房子 旧公寓 然后以前有出租过 可是一直房客都住不久 因为房子的状态太差 我们是木板隔间的 然后很 你刚刚的几张很可怕的 很像鬼屋的照片 跟我们家都很像 所以你是租很便宜就对了 没办法租太贵 然后那个时候的想法是 那时候想说好吧 那来整修一下 因为以前很困扰 就是动不动水管塞住 房客就来找你啊 然后或者是楼下邻居也会找你 一天到晚接到电话 然后我们漏水之外 我们也有臂癌 然后一下雨就漏水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海哥 他那时候有帮我 跟我讲说 如果这样你不如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房子怎么规划 然后后来就是 跟家人讨论之后呢 我们就想说 干脆把它整理一下 可是一开始我的预算 只抓50 是想说厕所厨房那边 比较严重的 那个部分整理好 好像大家都是 比较 想要花的在这几个地方 对对对 一包包少买一个就有了 对你们这些人气 对 对 对 可是因为他有跟我分析那个利弊 然后我们后来是整个再重新做改建跟装修 然后我觉得后面整个的效益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对 那你刚刚讲 原本那个老屋是都是木材 木板隔间的 木板隔间 木板隔间 就是老式的房子都是这样 老一辈大概都是用木板隔一隔就好啦 应该是说 那时候你也没有这个概念吧 什么防火墙的隔间什么 应该都没有吧 对对对 然后管 像天花板也是 都是那种旧式的 然后也都是像管道 像那时候我常常知道就是 房客会说他们只要厨房 开电锅 然后再开烤箱 就跳电 然后或者是说什么 厕所用吹风机 就跳电 就跳电 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麻烦 然后所以才整个一起 海哥帮忙这样子 是 然后像我们那时候想法是 后来120万预算里面 其实从里面看的话 就是水电都是重新 就是重拉嘛 然后再来是我的建材 其实阿海有建议我们 就是他刚刚的那个 就是那种防火建材 防火门 那因为我觉得住的安全很重要 因为就当做是自己住的 房客住也要住得很舒服 然后他以前铁窗都是那种 没办法逃生的那种 就是封死的 然后后来我们的时候 是有预留逃生孔 那我觉得这些观念都蛮重要的 对 所以整个加起来 算预算有超过 可是他有保固 保固多久 有五年的保固 那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不会维修啊 而且我们最怕麻烦 五年 一般都保固一年而已 那时候有去比较啊 可是我们觉得 一般来讲 第一个是我们怕麻烦 再来是如果一般 都是一年保固 顶多 然后它是五年保固 是这个叫货比多家 不吃亏 真的 不过刚刚他有讲到一个 防火箭材 除了在隔线之外 防火门用的又不一样 对不对 盖门的话 如果你用防火门 隔壁邻居如果有状况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保障我们这边的安全 是 它可以阻隔 那个我们要找有认证的就对 没错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那个防火门的重要性 是 好我们 刚刚跟大家提到说 老屋活化 它其实是可以一条龙的作业 那整个验收之后呢 之后就有包括了有自助或者是包租代管 那我们等一下 廣告回来之后 就要请教我们的阿智 阿智在包租代管的经验已经好几年 但是它为什么会有一种新的 就说 有时候这个人呢 会比鬼还可怕 好 欢迎回到财富脑学院 要有副口袋 必须先有副脑袋 好 那么今天其实谈了蛮多的就是老屋 怎么样去活化之后 它的价值 诶 好比黄金屋 那我们看一下老屋活化好处 刚刚其实我们都特别提到 那现在我们要focus在这个部分 就是呢 诶在房客 提升具体品质之外 还有房东的 是不是 有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代管人 真的会 纠缠不清 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呢阿智 因为你毕竟透过管理公司 你等于是管理公司是你中间一个媒介 你不用房客直接对房东 那我觉得中间等于是有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不用房东直接 譬如房客有一些欠租等等的行为 那房东有时候 的方式可能 催收也不太对 他有可能直接 拿他的备用钥匙到屋内 直接要找房客 其实都是有一点违法的行为 所以其实有一个管理公司在中间当桥梁 是相对我觉得 可以解决一些房东的问题 还有就是最重要是安全 你知道吗 在之前有个故事啊 就是有一个房客 他刻意打电话说他租房子 结果呢 他连续杀了三个房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新闻 对 然后查到他的结果 他说因为我就是 因为我都是没有房子住 我恨他们有房子 还可以租人 他是见机随机杀 也是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开始找上了代管公司 这也是我后来觉得 身为这么美貌的 资深安全的关系 资深小户事 小户事 我觉得我的生命才很重要 所以我像我自己的房子 我都没有跟房客接触过 几乎都是请他们去接洽去谈 包括价钱包括什么 然后签续约等等 我就尽量不出面 所以为什么是就刚刚讲的人 有时候会比鬼可怕 是啊 可能他这种心理的不平衡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无可蝌牛 他就讨厌这些 仇富 对 房东的部分 那除了这个租金之外 还有什么让人觉得 我们常常讲 石油所闻新闻 就是二房东 或是二什么 二房客 都有啦 你刚刚讲的 常常欠租 这个是最常遇到的问题 他欠租有什么理由啊 理由真的是百百种 像我们自己有常遇到 譬如说他生病 我发烧啊 可能没有办法出门 汇款之类的 可是很奇怪 他刚开始在固定的时候 要这间房子 他就可能用汇 就直接 网银直接就转 然后他说他 反而 当下他没有办法出去汇款 就是理由很奇怪 可以自打自己的脸 甚至可能隔一阵子 然后消失找不到人 状况很多都有 那除了这个欠租之外 其实房东也很怕 他的房子被破坏了 那这个情形会比较在 你可能房子已经到齐了 然后他合约要退了 我们到当下的时候 去点交的时候 发现这样的状况 有啊 上次不是有那个打开 全部蟑螂三百 三万多次那个 还有里面拼拼罐罐 拼命罐罐 然后还有卫生纸 还有吃的泡面 什么都没丢 有没有这个都实有所闻 这个实有所闻 因为其实 我们在合约快到的前一个月 通常都会跟 访客先确认你 没有要叙租 应该要点退 对不对 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 可是你当天去 还要发现这样的状况 它其实有点就会是蓄意的 对不然正常来讲 有一个月冲突的时间 你是可以去整理的 嗯 不然其实 因为现在也很多是 房客他有养宠物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点交的状况 是宠物造成的 有 就像刚刚那个可能 一些 猫猫狗狗的尿啊 在沙发上 造成那个气味很难散掉 有 对对对对 像我之前就是一个 木子那个和室嘛 就去点交的时候 我也没注意看 因为我们是靠美貌 不是靠眼光 结果就是那个去点交 他就跟我说 哎 他这个怎么知道这样 一看原来是被那个猫抓的 是 抓到那个木头 整个都被他抓坏了 嗯 对啊 这我们也会没注意到 所以我是比较觉得 有多一个人帮你看 特别是安全 还有就是多看看 有没有东西 对因为我其实房东 会希望找到好的房客 当然 房客也希望找到好的房东 是的 但是常常因为人性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个 居中的专业 来帮你协调一下 对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讲 时间就是金钱 你有时候要去探紧 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周旋 好累 张脑筋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找到 好的包租代管 对 好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压轴要告诉您 下礼拜有什么大事 对股市对房市都是利多 好欢迎回到财富脑学院 要有富口袋 必须先有富脑袋 好我们今天补脑 是来好好的了解 我们的老屋 它活化之后的价值 以及居住安全 还有投资的机会 好 萧总之前就一直跟我们讲 我们要跟着富人走 富人永远有秘密 但是今天的秘密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房地产的市场 要注意一下老屋的活化 是不是 对啊我们资产配置里面 我们大概把它配置在五个地方 如果说股市不好 搞不好房市 你可以靠收租 对再次货币 对 债券如果股市不好 债券可能也绝变好 所以我们动态配置一下 那当然美元 这些配置完之后 房地产这边 我们今天谈老屋 老屋当然要创造几营三营 房东能够增加收益 对不对 住的人可以品质更安全 那再来呢 房屋的价值也可以拉升 这个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对啊 其实对政府也赢啊 对啊政府也是赢啊 这个社会问题少了嘛 对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对对对 灾害的损失 对 那股市呢 股市呢 今天股市大涨400多点 周K涨了880点 对 那就是我们 我们在这个今天外资内 也是买超453亿嘛 哦 对 那这个最重要是 8月21号 我们三兆男 我们的人哥要来了 古花区 机器人概念谷 不是 传出 不一定会来 但是如果以外资间大 买第三名是台积电 是不是 对对台积电 有秀到那个人来风快要来的感觉 而且他又卖第一名是台湾50 你最爱那个什么 反一 他是反一 反一还是反二 反一 对那是透露什么讯号 下礼拜 这个 还是一样 就是积极 操作 但是呢 还是要注意风险啦 对 因为那个趋势线呢 我是看到还没有突破 没有肖总是有提到说 他在极简路我可以去带我们 怎么样看反转 已经看到很多的 是不是反转讯号 反转喔 是看到今天有些反转讯号 很多都已经有反转的讯号 就是低点已经看到了啦 就是拉回的话呢 我们就 比较偏多操作 所以星期五的晚上不用16吨 我们股市这次的吨就好了 不用吨那么久就对 不要再过到快乐周末了 快乐周末了 中原普渡大概平安 中原普渡不用吨那么久就对了 平安啦 然后房市有什么利多好消息 我个人觉得没有多很大的好消息 但是是保守 因为我还是认为 抗通膨最好就是房子 所以你呢 能够把它活化老屋 那你就可以变成黄金屋 那所以呢 我觉得老屋的市场 会比较受欢迎 那新的房子 因为它怎么 那个什么率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哇很多买到的 都是实际上变得很小 所以我还是个人认为 这个老屋的价值 会比新屋来的好 但这个前提是 居住安全是最重要 所以要请海哥我们的老屋 整个规划的专家 再帮我们大家 耳蹄面密一下装修工程 最关键的三要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府上是不是在用电 对不对 用电安全建材 及逃生的动线 这三个一定要把 它牢牢的记在你的大脑里面 好 就是说比如说建材 房我们啦 或是隔间啦 这个钱就千万不能省 对 另外就是说用电 不要一个插头 对是会用的 是 这个太危险了 一直跳很麻烦 那种延长线要买会跳 对 还有呢要存钱买好的房子 对 放那便电箱里面 就不会像我们家一样 都没有 你家先换啦 就不要平行啦 对不对 先拆掉重新装 要重新装 要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 今天要谢谢我们的 专家好朋友 财富脑学院 我们下个礼拜 再会啦 拜拜 谢谢 拜拜